接下来再来看 所以今天的话 有关那个上礼拜主要是讲 讲到那个抗的相关函数 跟所谓的黑名单筛选 那黑名单筛选其实就是用conif conif非常好用 尤其是主要用一个 如果你将来有两个资料 有新有旧 你想要知道新旧资料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的话 其实你可以利用什么conif 那再配合我们上礼拜讲 有一个叫筛选的功能 你可以马上知道说 到底你新旧资料之间有哪些差异 不然通常以前 如果你不懂利用这个方法的话 用人工的方法来玩 真的是不太OK的方法 因为你要用眼睛去比对 甚至你可能要排序一下 比一比 其实我倒觉得你刚才用conif简单很多 这还蛮好用的 甚至conif还可以配合什么 像我们在更早之前 有个删除不要的列 有没有新旧资料我想要把不要的部分删掉 你也可以用Rose那个物件 然后点Delete 你可以把不要的删掉 你写个VBA其实蛮快的 很多事情就快速把它完成 另外我们有讲了一个 所谓乐透彩的重点几率统计 然后最后的话有把从第一名列到第七名的一个 算是一个报表吧 把这个结果给输出 其实感觉就还蛮快的就可以把结果做出来 OK好那今天的话呢我想请各位再开启我们的这个第五个单元 OK好就是翻例档案里面检视与参照 好那里面的话大家有这些题目了 当然里面的话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没那么充裕 所以我会把比较重要的题目跟各位做说明 那第一个当然了 检视与参照最常被使用到的 请各位待会切到那个Lookup这个工作表 那最常被用到的其实就是查询功能 那查询功能请各位待会开启这个检视与参照练习题 那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翻例的左手边 其实就是你要查的一个类似一个总表 那右边部分的话就是你要查的资料 也就比如说我今天要查怎么查一个编号 编号在这里 那里面的话有005 那请你帮我把005的资料找到之后的话 分别把他的姓名总销量名次跟业务随所 分别本来是横向的 把它查出来变成重向的 这要怎么做 当然了里面理论上其实 一定是查第一栏 带的话呢 带之后的其他栏 那如果你的结构是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讲了 你当然不做其他的想法 就是常用到一个叫V楼函数 没有别 V楼函数的话呢 用这个是最刚刚好 为什么 因为他查的资料一定在第一栏 那你要带其他栏 比如说带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第五栏带过来的话 那其实用V楼函数最简单 比如说我今天当然不是说只能用V楼函数 插入函数 那我讲减数以参照 里面的话当然最常用的就是V楼函数 可是跟各位讲不是只能用V楼函数 其实里面还有像Lookout函数 Index函数 不过Index可能要配合Match函数 那当然其他函数也许 像Obset其实也可以做得出来 只是说呢 一般来讲最简便的还是V楼函数 所以特别说 如果你假如使用Excel 你不会V楼函数 基本上或者你不熟V楼函数 应该可以讲说你基本上就不熟Excel 为什么 因为其实V楼函数用到的机会实在太大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各位工作上有没有用到 如果你对这不熟的话 应该不要讲说你会用Excel OK 真的耶 我之前还上课问过一些同学 真的有些人还不熟 OK 所以第一个你这一定要熟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这个V楼函数 顾名思义 V的话指的是Vertical 指的是垂直 V指的是垂直 Vertical 然后Lookout指的是查询 意思是说我帮你去查什么 查纵向的 所以你会发现它一定蓝位式的 也就是说它的蓝名一定在上面 往下资料一个一个的把它往下放 一定是垂直的 所以将来如果你的资料 假如不是垂直的 是水平的 有没有 蓝位名称在左边 往右边放的话 那你就要用HLookout 你就不能用V 我用H就是那个Honyronto 水平的 OK Lookout就是查询 那我们大概使用一下这个 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它会问你四个问题 顾名思义 哪四 这四个问题 其实Excel里面我一直讲 最麻烦就是前面这个名称 它都英文的 其实它很简单 它只是问你四个问题 请你告诉我 你要Lookout 查 value 你要查什么资料 那我就是查这个 你帮我查005 OK 所以你跟他讲说 005你帮我查一下 第二个问题是说 那你要查的那个table table就是表格 一般就是讲那个总表 你那个表格 或者叫对照表也可以吧 array array的话一定是个范围 你那个表格范围在哪里 表格范围在哪里 表格范围就这个 特别是说 选的时候建议不要选到栏位名称 也就是说我要 我要查的就是这个范围 所以特别是说 第二个问题 我要的实料 我要查的资料就这个 OK 那建议不要选到第二个名称 在书里面还是有些会把它选进来 选进来也不会错啦 只是说呢 你多选了一列而已啦 就这样而已 OK 比较标准应该这样 你要查什么 我要查这个005 OK 你要查哪个范围 我要查这个范围 好 那第三个问题说 那请问一下col col就是col 蓝 index number是哪一蓝 倒过来有点像 蓝哪一个蓝 意思说哪一蓝的意思 那什么叫哪一蓝 特别注意喔 他如果查的话一定会查第一蓝 这个是固定的 他只会查这个范围里面的第一蓝 那这个问题说 那如果我查到之后的话 查到这个的话 那请问一下 你要把这个对应到的第几蓝 这个是第二蓝 第三 第四 第五 他意思说 如果找到他 你要找相对于他的哪一蓝的隔壁资料 我要相对于这个的第二蓝 所以我要把这个拿过来 所以这边记得输入二 OK 好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然后呢 最后一个range look up range look up意思 要不要 第四个问题说 如果我找不到005的话 那我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range look up range意思是范围 look up是寻找 要不要帮你 白话意思就是说 要不要帮你找接近的 理论上不要 反正没有 你就显示没有就好了 所以这边输入二 这边输入零 或者你打false也可以 false就是零 false 在程式员呢 基本上就是不要 那你或许另外也可以用什么 用零来代替 当然输入零会比较快 相反的要的话就一 一就是true 有没有 这边有个true 零的话就for 按打零就ok了 好 那可以懂这意思 这些特别注意 你只要看懂那个前面的叙述 我想你 这个视频就应该就知道该怎么操作了 不过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重点 也就是从同学常常问的说 老师那可是我的 我要查的资料不是编号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比如我要查姓名 好 不可以讲哦 如果以那个 维尔兰术它的那个使用的 这个这个什么 规定的话 理论上这个是 大家如果你要查别的栏 一定是不行的 比如我要查姓名 不行 除非呢 你要把什么 把姓名这一栏怎么样 翻到第一栏 就可以查了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 反正哦 你一定要是查第一栏 不能查第一栏 不能查第一栏 以外的栏 那如果你要查第一栏 以外的栏 很抱歉 那你就不要用V6函数 你就要用其他 像我刚刚提到的 像Index 配合Match 可是相对的就麻烦了 ok 另外的话 那如果我不要用这些函数 我用VBA 可以查也可以啊 一个一个比对的 好 那我们做完之后 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 确定 刘宏君 有没有 带过来了 那如果他的总销量 也要把他带过来 名次带过来的话 特别注意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哦 如果我要查 这个其他的 如果其他的话 你会发现哦 他应该是什么 其他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都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有没有 这个在第二栏 对不对 总销量第三 这个第四 这个第五 那如果说呢 最好是我可以的 这边向下填满就一次完成了 有没有说 我复制公式贴 然后改 可不可以 改也可以啦 只是说你要贴很多次嘛 有没有 把这个公式贴 然后改 总销量的话 这边改三就好了 再贴改四改五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我不要 我今天希望什么 我现在下下拉 然后自动可以填满 自动完成的话 那当然你就需要什么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 向下拉的时候自动变成 二变三变四变五 那怎么办呢 特别是如果你有这种需求 这个栏 这个数字 每当向下拉一列 自动加一的话 那你可以用什么 我们在旁边列一下 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 列函数 有没有 如果我没有加S 列函数 直接按确定 要不要引数呢 不要引数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会出现四 为什么是四 你会发现 这个 因为它现在在哪一列 在第四列 所以它会是四 所以呢 以此类推 我向下填满的话 它变什么 五六七 有没有 四五六七 可是我要二三四五的话 那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Raw小瓜 五怎么样 剪掉二五就好了 Enter 然后呢 再把它向下填满 二三四五六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做完了 我希望向下填满的话 E 先把H3的3锁起来 因为等一下固定力力是第三列 锁起来 OK 然后这边的话呢 范围也一样 A3跟E10 10也要锁 因为向下拉只会影响列 然后呢 在这里的话呢 这个0是一样的 只有这个2 有没有 要变成什么 就变成刚刚那个Raw 小瓜糊 -2 就可以了 那-2的话呢 刚好就是 我们得到了2 向下拉三四五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你希望一七喝成的话 按确定看一下 打勾 下下填满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刘宏君 他的总销量 然后第七 2 OK 没有问题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把编号改一下 改成001的话 Enter 有没有 吴博威 有没有 点68 4 有 OK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 上面的资料变动一下 下面就帮你插过来了 那其实啊 迪博威 是有点像把一次有当资料库 那这个有点像 关联式资料库 有没有 现在资料库都关联了嘛 把它关联过来就OK了 那只是说 我刚好特别提到 如果今天输入001到008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009 你会发现会怎么样 Enter 寄 寄 寄的话一定是错误 N的话就是not A的话是available 找不到的意思 OK Not available 所以如果说你假如 希望他如果找不到就跟我讲找不到的话 那你就这样 但是如果说你假如找不到可以找接近的话 那我们只要改什么 把这个0怎么样 改成1就好了 刚刚讲说range look up 意思是说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要不要找008 来帮我充数一下 如果你输入1的话 true就大约符合 打钩的话 打钩把它向下填满 你会发现 刚刚ok了 现在马上ok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第四个参数 如果给1的话 它不会直接就是找不到 就不找了 它就找接近了 可是当然这样也有个缺点 明明它就不是009 你就把它拿来 当然这也是个问题 不过你就针对实际上工作需求 你可以用自己要的方式来完成 所以这杯自由 再把重点为1 插轮数 用那个所谓的V轮数 2的话比较重要就是 因为我这个要取得什么 每一栏 这个第二栏 第三第四第五 那为了我要向下拉 产生这个数字的话 那我可以用肉 来帮我变出我要的这个数字 肉只是变出数字 跟列无关 我把同学说 老师你这边又蓝 那这边又裂 他脑子就转过来 其实他只是产生那个数字 蓝的数字而已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所以这一题主要是 先讲解有关最长 对不对 解释与参照 应该讲 以色列里面最长使用的函数 V轮数应该排在还蛮前面的 ok 那所以你务必要熟悉 因为很多工作 你不会V轮数 甚至你不熟V轮数 还真的是很多事情 还真的是很麻烦 ok 但是V轮数我刚刚讲 会有几点问题 第一个他一定只能查第一栏 因为这个问题太多同学问了 老师我可不可以不要查编号那一栏 我查别的栏怎么办 如果你按照V轮数的规定的话 那很抱歉 你只能够查第一栏 除非呢 你把你要查的那一栏 放在第一栏 颠倒一下位置 是也可以啦 好像感觉 不是很ok 如果你不要放栏的位置的话 那可能就要换使用别的函数了 ok 试试看 好 谢谢观看